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都会非常的有兴趣 这里先卖个关子 VCR之后再来告诉您 对现代人来说 最普遍也最困扰生活及工作的病症 应该就是腰酸被痛了 其实造成腰酸被痛的因素非常多 而这疼痛其实在疾病分类中 又可分为上被痛及下被痛 好发率又以下被痛最高 到底下被痛是如何发生 又该如何预防呢 今天的节目中要特别邀请福建科医师 跟观众朋友好好聊聊这脑人的下被痛 今天就要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脑人的下被痛 因为其实刚刚在VCR之前 纯一也跟大家讲 应该很多人都对这个主题 会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我相信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大多数的人应该都遇过这个问题 就是你会腰酸被痛 可是这个腰酸被痛 其实我们的医师给了他一个非常有趣的定义 是 其实那个下被痛在我们目前现代的社会 因为大家因为知识不良的关系 或是因为要工作的关系要久做 所以这样的那个症状是蛮好发的 那其实我们并不觉得下被痛它是一个疾病 它应该只是因为 因为我们人 你看大家看那个动物啊 像小狗小猫都是四只脚在走路嘛 对 那我们人的话因为我们要直立 用两只脚走路 所以我们需要额外用我们的那个腰 来支撑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 所以因为这样演化的关系 所以下被痛应该是人类特有的症状 那它应该只是一个症状 那它需要去找说 为什么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 那那些原因才算是疾病 那单纯下被痛来讲 它应该算是一个症状 而不能说是一个疾病 不过您的头影片里面其实有提到 全世界应该大概有超过八成以上的人 都遇过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其实它能够 它所发生的这个几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 应该大多数的人都碰过 只是或许你可能是因为长期知识不良 或者是说有一些疾病引起 那所谓疾病引起 大概会有哪一些疾病 可能会引起你所谓的下被痛呢 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统计 它是去统计我们一般人 一生会经历过下被痛的那个比例 它统计发现说高达八成的人 一生都有经历过下被痛这个症状 那其实这个症状会引起的病因非常的多 我们一般从我们一般的内科方面的疾病 像是泌尿系统的结石 有过泌尿系统结石的病人应该都知道 痛起来那个痛是非常的痛 那所以我们一般也都会跟病人询问说 你最近有没有血尿啊还是小便会不会痛这样子 那除了泌尿系统结石之外 当然有其他一些内科方面的疾病也有可能引起 那如果回到我们肌肉骨头方面来讲的话 最常见的还是肌肉的那个扭伤或是拉伤 其他像是那个椎间盘突出啊 或是腰椎的关节退化 其实都有可能会引起下背痛 是 医师您提到就是椎间盘腰椎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要透过医师提供的这个图片 跟大家好好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脊椎骨的构造 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讲胸骨胸骨 可是胸骨到底是哪边会引起所谓的下背痛 或者是说哪一段有什么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疼痛出现 这部分是不是请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是 我们一般脊椎骨来讲 我们就是分颈椎 胸椎 腰椎 跟间椎 那以这一次的主题下背痛来讲 基本上还是我们局部就局限在 腰椎跟间椎那个地方的疼痛 那因为腰椎跟间椎 它后面的脊椎旁的肌肉也是一体的 所以那个地方的痛大概都是归类在下背痛 所以像我们的脊椎骨 因为其实像以前在学一些健康教育的时候 我们的骨头跟骨头中间其实还会有类似软骨的椎间盘的构造 那这个椎间盘其实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是 我们提到那个椎间盘 椎间盘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椎间盘的中间其实它有一个富含水分的部分 那真的看起来其实有点像那个滑极这样子 就是含水分有弹性 应该像是果冻那样 含水分有弹性的东西 那外面的有一些致密的纤维 就很像我们的那个橡皮肌 那个地方其实含水是很少的 但那个地方是很致密 那中间有弹性的东西 其实它就是当作一种缓冲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会习惯跟病人讲说 椎间盘其实是像是那个我们的避震器 就像你开车那个避震器 那它可以帮助 因为骨头是硬的嘛 必须要有一些软的东西来减压 所以椎间盘就变成中间减压一个很重要的避震器 而且其实椎间盘 就因为其实亲戚曾经有人 就是它的软骨其实已经都没有了 所以它变成是骨头在磨骨头 那其实会容易发生其他的一些病变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防止说 你骨头跟骨头的直接摩擦嘛 对 它其实因为软骨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把它放在是那个 骨头跟骨头中间的关节 因为我们关节有分很多种 那像椎间盘这种东西 因为它其实还是算是 类似结底组织 就是说它里面是有一种水核 它是富含水的成分 有弹性 那外面那个其实也是致密的那个结底组织 然后它把它包起来 所以整体来讲它是可以那个 可以减压可以那个承重这样子 那那个通常我们会看一个那个 椎间盘健不健康 我们就会看它里面的水核的那个 含水的程度 那这个可能要在核磁共振才看得到 因为核磁共振主要是要检查 那个组织含水量 因为含水量多了它会显影 所以我们在核磁共振底下 我们看腰椎的话 我们看椎间盘会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椎间盘里面含水的成分多不多 中间那个水核是不是白色的 如果中间那个水核其实已经变黑 或是整个变扁 因为你水慢慢变干 它椎间盘会退化 它就会变了 它变扁 那你在X光变上造起来 可能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距离 就会变窄 那可能表示说 一个是说你椎间盘可能有急性的突出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你椎间盘其实有慢慢就是 比较老化了 所以它整个就是里面含水量变少 就变扁这样子都有可能 那我们一般其实在讲所谓的腰椎 因为也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第几节腰椎第几节腰椎 就是为什么还会有分这么多 我们在临床上面 比如说疼痛的部分 它其实还有分吗 那有分 对就是因为我们腰椎 一般正常人来讲都是腰椎有五节 对 那间椎应该是通通连在一起的 当然其实那个腰椎有时候还是会有 因为有的人就有六节 这个有时候不一定 不过正常来讲它会有五节 那所以你要怎么知道说 你腰椎你现在痛的地方是哪一节 其实那个 我们观众朋友 其实可以从 就是你呼吸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肋骨 那肋骨的话 其实最下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第十二 肋骨最多有十二根 所以最下面那个就是 你第十二根肋骨的地方 那你就往后摸 那肋骨第十二根肋骨接到后面的那个脊椎 就是接在我们胸椎第十二节 你摸得到突出来那个是脊椎 就是第十二椎胸椎的那个脊椎 那再往下你摸到下一节的脊椎 其实就是腰椎第一节 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这样依序下去 对对依序下去 然后最下面的话就是那个 箭椎它是整个都连在一起的 那所以那个应该就还蛮明显的 对 不过我们有说 因为您说腰椎分五节嘛 有说哪一节的腰椎 可能它平常在所谓 不管是我们的走路啦 是 做的时候 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其实哪一节它会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是 呃 承受的压力最大的话 基本上还是越后越下面的结束 承受的压力应该最大 大概第四节第五节 所以就是应该是第五节 跟箭椎第一节的那个椎间盘 就是我们最后看得到那个椎间盘 那边压力最大 但是其实这边可以给观众朋友 一个那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那个你骨头有从大变小 跟小变大的地方 其实是特别容易引起疼痛的地方 所以你看像你的胸椎到腰椎 因为你胸椎外面有肋骨包着 对比较大 所以那个地方是比较稳的 那往下到腰椎就是第一节嘛 跟你的腰椎最后一节第五节 往下就是骨盆 它有一个骨盆整个骨头是出来的 那个地方也比较稳 所以在你大变小跟小变 小变大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我们特别容易疼痛的地方 所以通常不是在腰椎第一节 就是腰椎第五节 是特别容易发生问题的地方 那我看医师给我们的资料里面 就是其实有研究显示 我们在各个活动的知识的时候 他们有曾经去统计去研究过第三节腰椎 它可能承受的这个压力 这个部分好好请我们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应该会破解很多人你过去的概念 你会觉得我可能做某一个动作 我觉得应该是对我的腰椎比较不伤 其实是错的 我们先从平躺来讲好了 平躺其实它的承受的压力是最小的 对 因为我们躺着的时候 其实腰椎是没有沉重 所以我们一般对下背痛的病人 我们会请病人说 你能够站着就不要坐着 你能够躺着就不要站着 就是我们对急性疼痛的病人 因为你坐着的时候 腰椎的压力负荷是比较大的 站着是比坐着小 那躺着又比站着小 所以真的痛的时候 其实躺着休息是最好的 对 可是刚刚医师你听到说 站着反而其实它承受的压力 是比坐着小 是 我们一般会觉得说 我坐着有个支撑 应该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小 可是其实是颠倒的 对 这个是一般人有的错误的观念 会觉得坐着好像是比较有在休息 但是其实对你的腰下背来讲 其实站着会比坐着好 因为你坐着还是有弯曲 那其实刚才这个研究 是很有趣的研究 它是实际去测你的椎间盘 用压力计去测你的椎间盘 看你在什么姿势的时候 你的椎间盘的压力确实是怎么样 那它如果说以你站着当作一来讲的话 那躺着其实就是可以减少很多 那那个坐着来讲的话 是比站着来的更大 那它其实里面的研究也有提到说 你如果是站着弯腰去提重物 跟坐着弯腰去提重物 站着弯腰去提重物 它增加的压力 大概比你原来站着增加了两倍 那坐着弯腰去提重物的话 增加快要三倍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坐着对腰是比较不健康 尤其是你如果坐着又去提重物又弯腰的话 其实那个对椎间盘来讲的话 是很容易受伤的 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坐公车 或者之前看坐捷运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比如说 他手上提了一堆东西 那他就会这样子拿着 这样就稍微弯腰 所以其实这个是对第三节腰椎 他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这个是对 就是对腰椎来讲承受压力是最大 而且其实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 我们最常遇到的例子是像开车 那就是司机嘛 那司机他就是有时候要往后去那个 后面的那个坐的地方去搬重的东西过来 那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你看你又是坐着 然后你又弯腰 然后又弯腰去搬重的东西 其实这个姿势是非常不好 所以很多病人是在做这个动作的当中就去扭倒 对 我很常做这个事情 所以以后要尽量避免 对这个动作还是要尽量避免 这个是我们一些知识的部分 其实从刚刚医师提醒大家的就是 你不管是站着或坐着都要尽量直立 对 这是最好的 那以运动来讲的话 做仰卧起坐 好像是最高的 运动来讲 对 我们运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最后有一个那个 就是最小的那一个 才35 对 那个图来讲的话 它是把病人的那个脚稍微 宽关节稍微有一点弯曲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在让病人做腰椎牵引的姿势 对 因为你脚稍微有一点弯曲的话 它那个后面肌肉对那个腰椎的牵扯是比较少 所以 那个腰椎比较不会感觉到压力 病人通常也是这个姿势最舒服 所以在这个姿势下面去做牵引 病人的效果是最好的 对 那像我看到有一个只有100的 这个运动是什么 那个就是我们以站着当做一 其他的姿势来做比较 以站着做基准来比较 来做比较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150的抬脚 对 女孩子为了让脚漂亮都会练习抬脚 对 那抬脚的话 因为其实你脚抬起来的时候 你后面肌肉也是会有牵扯 所以它其实还是会增加我们腰椎的压力 不过那个压力如果你 其实那个压力 对我们最近本来就是在沉压的嘛 而且你站起来本来就是会有压力 对 所以一般来讲有一些压力其实是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重点来讲还是说 你做那个动作会不会痛 如果你做什么动作会痛 那你又确定那个痛是痛在你的下背部的话 其实那个动作最好是能够避免 避免就不要做了 对 所以刚刚医师您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不管说我们脚抬起来啦 或者是在做什么运动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会去牵扯到所谓肌肉 那对腰椎 对椎间盘的整个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其实这整个肌肉的构造群 也是都有关系的嘛 对都有关系 没有错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对于病人 我们要训练他的肌肉 我们不会只针对他的背肌去做训练 我们觉得重要的一个观念 是核心肌群的那个运动 核心肌群就是腹肌跟背肌 你像腹肌有腹直肌啊 腹斜肌啊 这些腹外斜肌腹内斜肌 这些腹肌来讲 其实我们就是像你缩小腹啊 或是做那个坐姿体前弯 或是做一些平背运动 这些其实都可以训练得到 那对于急性下背痛的病人 其实因为他做一些其他的运动 很容易引起不舒服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会教病人两个最简单的运动 就是你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的 第一个就是平背运动 平背 平背运动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要让病人的背 尽量能够平贴在床铺上 所以有的时候病人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会请病人 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腰椎的后面 原本就有一个凹凸的 凹进去的地方 你手就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躺着的时候你就缩小腹 那你说小腹的时候 其实观众朋友坐着的时候也可以试试看看 你缩小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 你的背部有往后去压你的手 那躺着也是一样 你就缩小腹 你感觉到你背有去压你的手 这时候你背就有变平 那它有变平的时候 其实就有收缩到你的腰椎旁的一些肌肉 所以这个运动第一个它很安全 因为躺在床上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也可以训练到你的背肌 所以这个平背运动 其实是一个很安全的运动 那第二个运动来讲 其实是我们的仰卧起坐 就是坐肢体前弯 可是我们比较不建议真的在有急性下背痛的病人 还去坐 腰真的弯起来 所以我们会请病人做什么样的那个 运动的那个就是说改变 其实就是你就是把脚 就顺着那个床圆 你就把它缩起来 对 然后你手往前伸 那你手往前伸的时候 你试着把你的指尖 去碰到你的膝盖 那这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只有脖子 这边稍微有点抬起来 然后你用手去摸你的腹肌 你会觉得腹肌有变硬硬的 有在处力 可是你并没有弯腰 所以它并不会增加你腰椎的负荷 哦 对那所以这两种运动来讲 一个可以训练背肌 一个可以训练腹肌 是针对你的核心肌群来做训练 那你的核心肌群越好 那其实你旁边的一些支撑来讲就越好 就好像搭帐篷一样 你旁边那些绳索其实是很紧的 那你脏篷就不容易倒 那你如果旁边那些绳索其实是不太健康的 那那个脏篷就很容易倒 就很容易腰酸背痛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医师刚刚告诉大家的这两个 很简单的运动 你躺在自己家里床上就可以做了 花一点点时间去训练你那个肌肉群 对 就可以减少你椎间盘所承受的那个压力 刚刚医师其实有提到一个所谓急性疼痛的病人 所以连下背痛也有分急性跟慢性吗 有分急性跟慢性 对 通常我们是觉得说 三天以内的疼痛算是急性的 那三天以上的疼痛可能就会慢慢的变成 雅急性还是慢性 那对于急性疼痛来讲的话 因为你是刚去扭伤 所以对于急性疼痛的病人来讲 因为那时候有发炎 所以一般可以吃一些消炎止痛药 然后如果你是扭伤来讲的话 因为急性的时候它血液循环会很丰富 就这时候你是应该要做冰敷 而不是做热敷 大家要记清楚 所以因为一般来讲病人也都会问说 我这时候应该要冰敷还是热敷 那其实我们可以抓一个时间点 大概就是你痛完之后两三天内 先不要做热敷 你就先做冰敷 让它消炎消肿 那痛完之后其实过了三天以后 那止痛药的剂量应该是要慢慢减轻 因为一般的消炎止痛药其实对胃跟对肾脏其实都不太好 对 所以消炎止痛药我们比较不建议病人长期吃 那对于那个复健来讲的话 其实三天后如果局部没有红肿热痛的话 其实就可以开始做热敷或做一些电疗 那个也是有止痛的效果 所以在痛的时候先冰敷 三天之后您再开始去进行热敷 大家不要想说我在痛热敷应该会比较舒服 其实那个概念又是错的 你真的在发炎的时候是先冰敷才是会减缓 所谓发炎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肌肉会不舒服 除了您刚刚有提到所谓扭伤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状况也会导致我们所谓肌肉的不舒服 造成这个所谓的下背痛呢 是 那除了那个扭伤是急性的疼痛之外 大部分的病人下背痛都还是慢性的嘛 就是常常都会发生 那就是持续很久可能都 偶尔来一次 偶尔来一次都没有好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知识不良有关系 那所以回到我们的知识来讲的话 就是说像一般来讲 你如果要搬东西的话 你就是那个东西离你很远啊 你要弯腰去搬 或是说你还要转身 这个其实就很容易造成肌肉的负荷 那另外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 有时候都会习惯翘脚 翘二郎腿做嘛 我很爱 那因为你翘二郎腿的时候 会造成你两侧的那个骨盆 比较高度不平均 不一样 对 所以也会造成你知识上 那个某一侧的那个腰肌 那个瘦的负荷比较大 对 所以其实那个知识不良 其实是造成下背痛很常见的原因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秉持一个就是 你就是平常就是要坐正 不管坐着还是站着 你就是要抬头挺胸 缩小腹 对 然后尽量不要弯曲去做事情 这样子是那个知识上来讲是比较好的 所以刚刚医师提醒的这些所谓 尽量不要去做的就是不要弯腰去做 比如说要搬东西好了 是 搬东西我们通常一般人都会 比如说那个东西是放在地板上 我们站着我们通常都会直接弯腰去把它拿起来 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腰的那个 椎间盘的承受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尽量是要蹲在地上 对 最好是蹲下来 然后那个东西是 所以是像举重选手的姿势吗 有一点像 就是说你是要蹲下去 脚可以前后站没有关系 东西是离你越近越好 不要很远这样子把它拉起来 你用越远的话 肌肉的负荷是越大 越容易去拉上 你要出的力气也更大 没有错 所以是越靠近你越好 然后你可以蹲下来 脚一前一后站 然后慢慢站起来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对 那你在站起来的过程中 你还是最好是能够维持那个 抬头挺胸缩小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这是搬东西的姿势 大家要注意 另外我们讲到站的姿势 其实您如果说是正常这样子 像医师刚刚讲的抬头挺胸缩小腹的话 其实我们的这间盘是会平衡的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是驼背的人呢 驼背的人的话 他的脊椎骨的那个前面的负荷会比较大 那通常我们也会看一下病人说有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有点小腹嘛 对 那所以如果小腹有凸出来的话 通常代表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太肥胖 肥胖是一个可能性没有错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腰椎有点过度的往前凸 腰往前凸了 就腰往前凸 就是第三个凸 第三个凸 这个凸的部分 你腰椎如果是弯曲的话 你会发现驼背的人 他走路他膝盖通常是弯的 他没有办法伸直 这个是一般的那个生物力学的关系 所以他膝盖弯曲来走路来讲的话 对膝盖也比较不健康 也容易引起膝盖的疼痛 那如果你是过度伸直的病人来讲的话 你在走路的时候 其实你膝盖比较不容易弯曲 他膝盖会往后顶 这是我们一般站的重心的关系 所以你膝盖往后顶的时候 也容易造成膝盖前面的疼痛 所以就变成你只要有一个地方的姿势是不良 可能往上往下都会引起其他地方的疼痛 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要减轻疼痛 就是你的姿势每一个地方都应该要注意了 对 医师的投影片里面 其实准备了很多的对照的图 要告诉大家什么样是不会痛的 什么样是会痛的 比如说我看到 像比如说妈妈都会烫衣服 长时间必须要站着 那站着的话 医师有建议其实可以 墊高一脚 然后不时的换脚 其实他主要的用意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墊高一脚 不时的换脚 其实对于你肌肉旁边也是有休息的效果 而且其实你长时间站的话 其实如果有个东西 让你可以变换一下姿势的话 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 像你躺着的时候髋关节弯曲 是不是你肌肉的负荷会比较小一点 对 所以你一只脚能够 因为你不可能两只脚都弯 所以一只脚弯一只脚弯 其实还是会有帮助 你一边的肌肉可以休息一下 对 还有医师有提醒 尽量不要穿高跟鞋 不要久站或久走 对 穿高跟鞋这个是很不好的 不管是对脚还是对腰都很不好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看到病人是有穿高跟鞋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 你最好还是穿平底鞋 因为高跟鞋你垫脚尖 其实对你的腰其实就会往前倾 所以其实对那个腰 跟脂肩盘来讲都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穿高跟鞋可能短时间 最好不要长时间穿高跟鞋 或是能够尽量不要穿就不要穿 对 这是日常生活的部分 还有一个很重点的来了 就是我们在工作时的坐姿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 就是会坐着打电脑 可是久而久之就会发现 好像这边痠那边痛 其实都是因为姿势不良 大部分是因为姿势不良造成的 那医师就直接跟我们讲说 其实什么样的坐姿 比如说你的手应该要怎么放 你的椅子应该要调多高 这才会是对您的整个压力 会是最小的状态 那其实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坐的时候就是要舒服的坐 那所以椅子的高度 就是你的膝盖就是弯曲90度 它就可以让你坐着 而不是要更弯 所以椅子的高度也是需要调整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工作的平台 其实这个椅子最好是能够移动的 它能够进去你工作的平台 像你要电脑 那个办公桌 你就是椅子要能够移进去 那所以这样你就不用 不要说你的手要伸很长 对你手就不用伸很长 你要也不用一直弯着 你就可以维持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很重要的 就是抬头顶用缩小腹的姿势 那另外像一般我们打电脑的时候 手肘的这个高度也很重要 所以你桌子的高度最好 让你的手肘是能够放在上面休息的 可以靠着 不用肩膀这边还要耸肩 不然这会引起一些肩颈痠痛的问题 就是手肘这个部分不要说要翘起来 或者是拉高这样子 不要耸肩这样子 它可以支撑你的手肘 所以重点就是你的腰坐椅子 还是必须要靠着 可以靠在椅背上面 然后你的臀部的高度跟膝盖的高度 其实是要平的 要直线 然后脚可以贴地 脚可以贴地 然后最好你的手肘靠在桌上是刚刚好 平放的 不需要翘高或者是要太低这样子 这个是工作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睡觉呢 睡觉来讲的话 这个也是常常会有很多病人会问说 我这个床好不好这样子 那其实 可以请家里的人帮你看一下 对 就是说你躺下去的时候 你如果平躺 那你的姿势是水平的 还是会有点弯下去 如果会弯下去 就是你的臀部那个地方会陷下去 你的腰会弯弯的 那就表示你的床太软了 那床太硬怎么看 就是你躺下去虽然你是笔直的 可是我从旁边我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你的腰椎是突起来的 因为我们脊椎骨本来就有一个自然的曲线嘛 对 那这个自然的曲线如果一个好的床 是必须要能够支撑它的这个曲线 而不是让你整晚睡觉的时候 它的腰椎都是悬空的 也容易造成腰椎的疼痛 所以就是你就请家里的人帮你从旁边看 如果你躺下去的时候 你身体是笔直的 然后它对你的身体是很服贴的 不会让你的腰椎悬空 那这个床就是软硬适中的床 对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睡那个床 然后我可以在腰部的地方 放一个小小的垫子吗 这个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不过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翻身 你不可能一整晚都是躺那一个 对 都不会动 你晚上刚睡的时候可能躺着 早上睡起来可能是左侧躺 还是右侧躺 所以其实放一个东西 可能是白天你坐着的时候 会比较有帮助 躺着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固定的那么好 对 所以不管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一般站立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这些姿势都要特别的注意 对你的这个所谓下背痛的问题 比较可以减缓 那因为今天剩下时间的关系不太多 我们医师在教我们的民众 一个可以训练所谓肌肉的方法 训练肌肉的方法 好 那我们刚才除了说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核心肌群的训练很重要 对 所以除了说训练腹肌跟训练背肌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 腹部的就是腹外斜肌跟腹内斜肌 我们腹部旁边的一些肌肉 所以这个运动来讲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请病人 看病人的情况 如果你现在还是比较疼痛的情况 那其实你躺在床上做会比较安全 其实这个下背痛 真的就像林医师讲的 就是他不是病 可是真的痛起来的时候会要你的命 那今天半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让林医师教大家一些 所谓可以自我训练的方法 还有调整知识的方法 其实知识是最重要的 可以减缓你很多的疼痛 如果有任何问题 当然还是尽量找我们合格的医师 到我们的医疗院所 到成大来找我们的一些复健科的医师 来进行帮你所谓的治疗跟复健 这才会是对你的疼痛 有最好的一个效果了 今天要再次谢谢林伟基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要谢谢电视机前面 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成大电视健康讲座 我们下一个同一个时间 我们再会了